提供癌症及烧烫伤等病患的患者 有更好的治疗照护 海鲜一家医院是引荐了三台单人高压氧治疗舱 透过这样病人吸入纯氧 活化血液细胞 帮助伤口的愈合 而这天医院方也举办了中心启用典礼 期望未来能够造福更多有需求的患者 倒数完毕众人推动握感 也象征高压氧治疗中心正式启用 未来透过治疗中心的建制 可以协助癌症 烧烫伤 以及慢性溃烂等患者的伤口愈合 而其中经由治疗将口腔癌控制得宜的患者沈大哥 这天也特地上台分享治疗的成果 做点疗医疗 骨头让的骨髓眼还有那个口腔都会破皮 然后经过高压氧的治疗之后 慢慢地改善 前检科已经十几年了 那现在只要 只要做起症状都没问题了 半月突然的火灾 就会有很多民众疫苗化来中毒 我们很多车祸脑出血中风 它积息稍微恢复之后 可是它的脑部的功能会大量受死 那这个时候就要靠方案来活化它 透过氧气浓度来协助术后患者愈合伤口 院方透过引进三台单人高压氧治疗舱 让患者以躺平姿势进入治疗舱内 吸入比平常空气中高出8到15倍的氧气 透过提高氧气浓度来促进血管新生 活化受损的部位组织 口腔癌的病人 那之前因为有接受过放射性电疗 所以它其实有一些骨坏死的状况 中间也有一些反复感染的情形 那它这几年来在我们每年都定期回来做高氧氧 其实对它症状改善非常的有帮助 那根据各种疾病会有不同的排程 那一般在急性期 通常会建议每天来做一次 那疗程大概是10到20次左右 现在有了这个单人舱 因为单人舱其实它不需要戴面罩 它在里面就躺着很舒服的在里面接受治疗 对这其实对这类病人其实帮助很大 院方表示过去在医院成立时 也有6人式的高压氧舱 一次让多人使用 但必须全程佩戴面罩 对于面部术后的患者较不便使用 而如今有了单人舱 让患者有更多选择也更加舒适 记者让外台中采访报导